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早幾天 HK01刊登了一篇針對BNO的詳文 這篇文章的標題就是 全中央積極研究解決雙重國籍 港人不能再食兩家茶禮 這篇文章當然是用來放風和帶風向的 果然來到今天 連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都依附這個風向一份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這位曾經任職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的葉劉 有什麼見解那麼厲害呢 他就說 其實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九條列明了 凡是定居外國的中國公民 他是自願加入或者取得外國國籍的話 就即是自動喪失了中國國籍 因為中國本身就不承認雙重國籍 葉劉還說 他的理解就是 不允許雙重國籍 並不代表不存在雙重國籍 只不過 只要中方是嚴格執行這一條的話 當相關的人士 即是BNO那班 拿了5加1簽證的人 他拿得英國國籍之後 隨即就會失去中國國籍 到其時 他們所持有的特區護照 就將會失去效用 並且就從此失去香港永久性居留權 但是葉劉就預計 這班人仍然是擁有入境香港的權利 我們逐點來看看葉劉說了什麼 他就提到 說BNO人士拿到英國國籍以後 隨即就會失去中國國籍 但是我就相信 如果能走這條路 是拿著BNO申請5加1簽證移居去英國 他根本上就不會介意失去中國國籍 是不是 甚至乎有部份人還移得快點失去中國國籍 他分分鐘還可以趕快去 即是立刻轉做BNO申請 轉做英國公民 因為 現在正正是因為有個中國國籍在 所以他才 不能轉做BNO申請 所以他說這件事就叫做多麽餘 接下來的事情應該有很多人關注 到其時如果入籍英國以後 這班人的特區護照就失去效用 我相信也沒有什麼人會介意 因為英國公民護照其實有很多地方都是免簽的 照樣可以去到旅遊 公幹 沒有問題 另外葉劉提到 當這些BNO人士拿得英籍之後 就會失去香港永久性居留權 我想這件事就比較多人關注的一點 而且這一點並非是葉劉原創 他只是跟風 其實有很多大陸法學專家 他們也抱著類似的觀點 就說拿了英籍以後 你就沒有居港權 就這一點 我在過去觀察到有不少網民 甚至乎是評論員 他們很堅持一點 就說凡在香港出生的人 怎麼能夠剝奪了他們的居港權 道理上這班人是適合的 但實際上也說 我真的不怕得罪說句 這些人就有點天真 因為家人士就叫做 形勢被人強 就算你怎樣認為 他這樣的安排 是於法、於情、於理不合 他真的要這樣操作的時候 你又有他什麼符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凡是拿這個BNO去申請 5加1簽證 移居英國的人 就必須要有一個 心理準備 就是大陸很可能會推這一套 就是當入了英籍以後 就會喪失中國國籍 特區護照失效 以及會失去居港權 因為他也只能做這些 來反制英國 所以我認為大陸會做這件事的機會是大的 因為HK01又放風 現在這些業樓又出來跟風 那些大陸的法學教授又來做事 這連串的說法 肯定就不是偶然事件 而是有所鋪排 所以拿得BNO移居英國的人 就必須要保持一種 破釜沉舟的決心 因為走得就不要介意 有沒有居港權 有沒有特區護照 當然 如果是沒有這種決心的時候 最好看定一點 不然先人一改的時候 回不了頭就糟了 當然大家就會看到 其實大陸也是用盡辦法來應付 甚至乎是叫做制衡 這個移民潮 現在說要解決所謂雙重國籍的問題 就是其中一種 他就是想利用 你入籍英國以後就會失去居港權 令到有部分人產生猶疑 因為事實上有部分人都是投機的 可能他做不到就想回流 現在似乎你想回流都沒有 不行 只不過那個居港權 當你回流那一刻又要重新計起 諸如此類 當然 你沒有居港權就會失去了福利 比如說房屋 醫療 或者是社會福利方面 等等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手段呢 比如說在 發還MPF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阻滯 令到不少人拿不到錢 總之就是 各式其式的招數都出齊 問題就是我覺得 這些解決雙重國籍的事情 究竟是能不能夠阻礙得到那些人移居的決心呢 我認為那個影響就甚微 最多就影響得到那些 深十五十六 悠遊寡斷選擇困難症的人 老實說 面對著現在這個時局 我想去滑流大家心裡都已經有一個抉擇了 如果是因為給這些什麼中國國籍 特區護照 或者是香港永久性居留權 而左右得到想法的人 其實那些人都應該留在香港 因為既然有那麼多東西 不捨得 害怕失去的時候 那不如就不要去 那你就不怕失去了這些東西 一定可以獲得保存 是不是 好了 另外我看到網上有些人就說 究竟特區政府有沒有辦法查得出 哪一個用BNO 是走了呢 老實說 究竟BNO那個名單 現在特區政府是有還是沒有 都成為一個移民的 有些人就說有 就說97之前 已經是有疫苗 但是無論如何 我當作沒有 那他查不查到呢 其實他要查都沒有查不到的 第一 大家去稅局清稅的時候 就已經有記錄了 第二就是 當大家要申請拿回這個強積金的時候 夏年當然很多人去試 已經有記錄了 第三就是 最簡單的 他一按電腦就已經查到了 就是計你那個離港的日子有多久 因為BNO5加1簽證就有個條件的 就是在任何365天之內 都不能夠離開英國超過180天 他一計就知道已經哪一個是走了 長期不回來的 當然有些人都還可以很努力地來爭辯 你怎麼知道他是一定移民去英國 他可能移居去其他地方 又或者 你如果純粹拿這個日期去查的時候 可能是誤進富居的 可能他拿六卡 但我覺得這些爭辯也無謂的 如果是拿得這個5加1簽證的 你先預算沒有這些東西 這件事沒有壞 在你的人生規劃當中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經常都想著 全部兩全其美的 如雨紅掌可以兼得 世上沒有那麼多完美的事發生 你當這件事是真的會執行 而且你當它是全能全資 在葉劉之前那個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 就叫做梁冥賢 當年就被港英政府說他品格有問題 而要即時離職 到底他是乾犯了什麼 當然後來就說那個原因 他跟某些 集團 很緊密 問題就是表面原因 你怎麼知道他有沒有過了 沒有人知道這個人都已經走了 其實做人都應該是這樣 凡事就先預算最差的情況 一旦出來那個情況沒有那麼差 起碼自己的心裏都好過一點 等同大家去買彩票 買綠合作一樣 你進到馬會 現在關門 沒得去 你只可以買一張電腦票 20元 你不會每天都想著自己肯定 一定就中頭獎了 就安排好 怎樣去郵埠 買什麼東西 包心似圖 不會這樣想的 想得多都瘋了 一定是預了不中 當做善事的態度 現在對著這件事 我建議大家的態度都應該是這樣 因為你不能爭取 玉徐針板上 他怎麼安排就怎麼安排 你當然可以提出反對的意見 你就有你反對 大家都知道他不會聽的 這些東西是 葉劉最後就說到 預料那些BNO的人士 取得英國國籍以後 仍然是擁有入境香港的權利 這個當然是有 如果他取得英籍的時候 本護照也由BNO轉為BC 難道你不讓BC入境嗎 當然 說到尾其實沒有說不行 反正你特區政府現在都在修訂 入境條例 你可以 指定某些人不可以入境又可以 指定某些人不可以出境又可以 看看那些大陸法學專家的意見 全國港澳研究會 李時宋小莊就說 如果中方要求港人入境的時候 只可以用護照 而不是用身份證 到時 市民就只能夠在 BNO和特區護照之間 二選一 到時就只需要修訂香港的法例 來釐清國籍 就可以解決相關的問題 其實這些措施也是很無謂的 他說出入境就不要拿身份證 要拿護照 你特區護照 凡是香港永久聖池 有人都可以申請 他出入境的時候 他拿回特區護照 就可以了 難道你說 不行 你有BNO 所以你用特區護照 都不行 難道你有兩個資料庫 正如我之前所說 如果你是有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做 如果其實是沒有的 那麼這項措施 也不知道有什麼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